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 两架单引擎小飞机当天在美国中西部的 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县上空相撞导致三人死亡 博尔德县警方表示 当地时间上午8点54分 接到了小飞机空中相撞事故的报警电话 救援人员赶到后发现两处坠机地点 两架飞机上分别有一人和两人都已遇难 当地警方已经关闭事发地附近的部分道路 据悉两架飞机是在一处机场附近的上空相撞的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